真的是無敵 讓我感受到了 巨大的差距 過兩天 過兩天你們可以看到我和劉謙 練魔術 讓我也感受到了 魔 就是 魔術 真的 可以 他的手法非常的變態 你知道嗎 你要知道我其實打牌打得很好 我的手法也很快 但是我在他面前 他在我眼皮底下 去洗牌 我根本就沒有看出一點點破綻 他能把幾個牌全部藏起來 太狠了 一點破綻看不出來 手速非常之快 我手速很快 他覺得我的 基本功很強 就是天賦很好 財拉斯 財拉斯 財拉斯有點厲害 但我不太喜歡玩這個英雄 對這個英雄沒有感覺 沒有觸發電型 沒有觸發電型 先補刀 補刀就點你 先補刀 想Q我 炸到我兩下 來這波 他要二了 吃不吃 不吃 很好 這個人意識還是挺好的 他知道我要 靠他 他二級了 他應該學的一 想拉我 說實話 你不會賺的 你不會賺的 我又睡血之之味 補個藥吧 他沒有帶點燃啊 所以不太 不太可能殺我 但我可以殺他 我又點了 補刀 點他 點他 炸死你 呦這個沒找到 點他 補刀 消耗 兼顧 點他 我在耗他的血 他想拉我嗎 你這個敢拉我 我藍不多 我們現在不能用藍了 我得空下藍了 我可以用平A點他 他們打野是魔藤 魔藤抓不了我 我只要不激進 他要Q這波 可以用一點藍 Q他 很好 這個血量 說實話 有機會 那邊打起來了 不去了 這個太遠了 你看啊 你看我們這劍聖啊 這個明顯的是追不死的 你知道吧 他明顯是追不死的 他要過去 然後被 被對面包下 要不交個閃現 就 你會發現 路人玩家 他們的殺星很重 你知道吧 其實明明殺不死 但就是不死星 但我不會犯這種錯 我知道殺不掉我一定不會追的 這個炮車 沒推到 沒關係 你拉吧 無所謂 點你 你了 他死了 他死了 別交閃了 沒用了 這波他上來他是肯定死的 雖然他血量看上去很多 我的 燃不多 但是 不虧 不虧啊 蹭到了最後一下 我到了 很賺 我無敵了 我無敵了 我有紅藍buff 這波我不能回家 這波我回家的話 這個兵線會 會丟很多 我們有紅藍buff 不需要回 我回血塊 我點他也很痛 啊 這也能打到我 這小兵裡面穿過來了 有點東西啊 沒關係 我回復快 我決定給他來個 哎呀 這有點危險 回復一下 回復一下 血太少了 我摸他一下可以回血 我有血之之位 但我不敢點他 Q他是可以的 他在躲我近 好可以 所以他 直接給大招 殺不掉 喲 殺掉了 健行出發 剛好 我這波只是為了壓制他 血線 但正好boss了 很好 我再推一波 要深推一波 這塔皮可以吃一次 回家了 回家了 這發育無解 2500 這發育無敵了 吃了三個頭 我們這波走遠一點 他肯定要打斷我 我走遠一點 他看不見 我不回了 他推線有點快 我等下一波 反正我藍OK 我們深推一波再回 不然的話 出來就丟波兵 他推線挺快的 我這波得快速推線 這個時候不要想著去壓他了 他有三瓶藥 我是壓不死的 這把有炮車 我們直接把遠存兵 丟了 推一下 好 快速的推博線 這樣的話出來就不 不虧了 哎呀炮車沒知道 難問題不大 這個難我不要了 一波打了2800 出來的話無敵了 現在這個魔藤有三個頭 這把我可能要出個金身 這魔藤發育挺好的 我們先買個鞋子 買個藥水 下一波出個苗表就行 髮串鞋 傷害非常高 出了之後傷害非常高 但是呢我髮槍比較低 刷冰刷的就不太舒服 我得防一手這個魔藤 我這個英雄很怕魔藤 他衝過來我一點脾氣沒有 所以我必須 早一點出金身 不然他能單偷我 不然他 不然他 他已經崩了 我現在沒有必要去殺他了 我們現在就刷錢就行 把塔皮吃了 魔藤在上路 六級了 好他來中了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他的 位置 他在往中走 我們到他野區 插個視野 打魔藤的話 這個眼一定要插得深 因為你插在周圍的話 是沒有用的 他可以 卡在視野的後面 但你插深一點 提前知道他大概的位置 就可以有 猥瑣了 你像這一波 我們站在這個位置 他不能飛我 他是飛不了的 如果我站到炮車這個位置 我大概就死了 即使我有閃也沒有用 因為我閃現是拉不開魔藤的那個恐懼的 但是我只要站在這個線後面 是沒有問題的 魔藤在上 我看到了 我現在對於這個塞拉斯 一點想法都沒有 我不需要殺他了 他已經崩了 沒必要殺他 殺他反而危險 我們刷錢就好 我可以偷他一波大鸟 但我也不願意去殺 我也不想去耗他 沒意思 我們現在消失 微索打錢就行 讓這個魔藤沒機會飛 到了後期 打團的時候 我們有了精神 他就沒有用了 一個玩得好的魔藤 他可以把新德拉抓 抓崩 知道吧 所以千萬不要 覺得有閃 等級高發育好 就出去 我是不會出去 健身來 斯波塔 那可以 有健身陪著我們不太怕 先把遠程兵給丟了 這波躲在這裡 就行了 他來了 行了 行了 錯了 好 魔藤的單殺能力非常的強 完了 這波我只能在遠處幫他推 我可以幫他推 沒事 那他死了 那他死了 沒辦法被換 還行 不虧說實話 這波是不虧的 因為我們健身吃了一個他的控制 打了一波反手 一換一 不虧 我們繼續刷兵 我 我得回家了 他有紅藍boss 他可能要動我 他想動我 他想動我 我直接溜 我直接溜 多遠一點 趕快回 可以先買個苗表 也可以買這個 買這個的話就猥瑣一點 我們決定尾水 帶一個 遠見改造 這個原來叫占卜寶珠 現在叫遠見改造 魔藤大招CD比較長 他一擊大的時候100多秒 所以在兩分鐘之內的話 我可以不用那麼為止 我們隊友掉了 給個新 這個塔皮的話 可以吃 但是呢 不吃了 他有紅buff 在塔前被黏住肯定死了 有閃也沒用 這個英雄追上能力很強 我們先消失一會 躲著 這個躲著是 讓對面魔藤不要來抓我 然後呢 讓他 放技能 他技能一放我就不怕他了 我並不是要去陰他 這個魔藤的大招 這個魔藤的大招 馬上要好了 我們雖然有閃 但還是不要輕易的出門 被打出閃線也不好 他要排我一眼 不管他 我們只推線 只推線 我先把 我先把盧燈刷出來 我們隊友掉線了 到現在還不來 我的視野很差 我得趕快回家把這個盧燈出來 然後補一點視野 我再刷兩波兵差不多了 現在也不需要我遊走 他們可能在打龍 那麼這個魔藤 他肯定是會 看著我的 如果我出去他肯定要抓我 我們這樣為手打錢 他是一點機會都沒有 好 我可以過來吃波大鳥 我們有腐敗要素 回復夠 好 再推一波兵 有點痛 嗯 這怎麼 完了 還好 他沒球 這怎麼拉到我的呀 我有小心被他 被他大飛 我先假裝回家 但實際上 我的盧燈夠了 我的盧燈夠了 把 視野做一下 他閃現交了 我們下路好像 下路是什麼情況 他是故意掛機的呀 你看他出的裝備 我覺得他是故意的 為什麼要掛機呢 也沒有發生 爭吵 好好的就掛機了 我的 眼緣嗎 無疑了 為什麼會掛機 搞不懂 打個來 好 繼續發育 魔神在上 中路不見了 這個塔可以偷一下他們人都不在了 這個塔拿了 他阻止我推 他是不敢杀我,有一个火柱,他不敢拿 这塔的话,还真不好拿 我的弱者推散距离非常远,这个塔的话呢 魔腾到了,魔腾到了,算了,这个塔还是不要吃 魔腾是有大的,到了 看到吧,如果你不有侥幸心理,你觉得好像不会来抓你 他这不来你就肯定死了,知道吗,我宁可不要这个塔钱 先出个秒远 我现在有秒表了 我是那么害怕魔腾了 回到中路继续发育 我发育得非常好 160刀加4个头 我提前看到魔腾的位置 我提前看到魔腾的位置 我的E好了,但距离不够了 这包看能不能推得到 小龙吧 我们现在是少人的状态,所以这把 不能往后拖 拖的话很亏 我觉得这个E者瑞亚是故意的 我们优势这么大也没有吵架,他就直接挂机 可能是演员 应该可以砍的功能 剑身伤害很变态 OK 虽然少人啊,但我们好像还是能赢 剑身发育很好,我发育很好 对面投了 哎呀 对面投了,哎呀